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我们再次去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振動 振動 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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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赶紧和大家见面 明镜是2019年6月17日 616和696、616 就是相加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加起來 現在號稱三百萬人去遊行 無論你如何七除八九都好 這是香港有歷史以來的 包括1989年反對中共鎮壓學生的群眾運動 可以說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 人數最多為單一議題而上界遊行的 這個就真的應該入建歷史紀錄的了 我告訴你 尤其是一個人口只有七百多萬的地方 那你說那個民怨去到哪裡 已經是很清晰的 但是政府的回應是什麼呢 在6月9日遊行之後 接著612包圍立法會發生這個 一個所謂的肢體衝突 接著盧偉聰 警務處長走出來 將她的定性是暴動 林鄭月娥也說是暴動 以及說那些是暴徒 後來林鄭月娥就改口 當記者問她的時候 即是她那個暫緩修例的記者會 記者問她的時候 她就說她是同意警察的定性 即是同意警務處長的定性 意思不是她的定性 而是警務處長的定性 但是她同意 這種做法很混亂的 我告訴你 一個領導人去到這個地步 你不死也沒用 你還有什麼管治威信 還有什麼人會相信你呢 你現在擺明 經過這兩次的所謂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後 說成三百萬人上街 當然會有重複 三百萬人上街 兩次加上三百萬人上街 反對你修例 以及要求你下台 第二次的遊行的訴求 更很清晰 就是林鄭下台撤回惡法 接著呢 就收回那個對暴動的定性 以及釋放這些示威人士 這是很清楚的 沒有一個訴求 你是有回應的 OK 叫你下台 你就說你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是嗎 不會下台 跟你在選舉期間說 主流民意如果不同意她的話 她就會辭職 這些全部都在空口說八話 選舉期間說的話不能作實 林鄭月娥現在已經去到一個眾叛親來的局面 除了民意沸騰 正如台長寫的那篇稿 在香港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管治者或政府的領導人 是全香港這麼多人討厭她的 基本上是喪屍的 你看她那時候 過去那種 嬌京自乎 光闢自用 目中無人 是吧 這個是我在專欄裡面寫的 OK 嬌京自乎 光闢自用 目中無人 現在淪落到什麼地步 你看她說話語言不詳 那些記者 那些記者 輪番問你會不會下台 會不會這個道歉 說來說去你就在那裡兜圈 是吧 不答 暫緩和撤回的分別在哪裡呢 現在行政會議的成員 陳志思說 這個修例工作已經完結 今早上在電台說的 OK 葉劉淑儀說 暫緩就等於撤回 以後一些有爭議性的 即是條例草案 你都不用指而在立法會提出 這兩個行政會議成員說的 那我想說的就是 現在整件事 發展到這個地步 首先就是這個政府 基本上 就已經沒有了那個管治的能力 不是管治威信那麼簡單 管治威信固然是蕩然無存 它現在連管治的能力都沒有了 即是換轉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這個政府已經倒了 倒了很久了 不過背後有一個主子 就是北京 跟我們只有止尺之搖的地方 香港又有解放軍 是吧 那你的政府才不能倒了 如果你的政府要倒了的話 就是你自己去解體 應該是 是吧 立法會議員 如果稍為有良知的 是不是應該倒了這個政府 你來的 譬如說 財政預算案 我否決你 是吧 你解散立法會 是吧 然後再選立法會 再來的時候 又再否決你 又再否決你 你就要倒了 是吧 這個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不過在香港不可能發生 就是因為立法會 保皇黨佔多數 是吧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其實泛民都可以去做 至少告訴香港人 有一條這樣的路 這條路走不了的原因 沒有辦法解散這個政府 堆壞這個政權 合法堆壞 沒有辦法合法堆壞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保皇黨 你要這樣去解說 就不是說 現在是屁股嗎 幾百萬人上街 我們現在五比零 林卓廷高到吃屎 你去 什麼叫五比零 香港人現在贏了什麼 告訴我 那天我也在說 跟我們大家的兄弟說 六九那次有過百萬人上街 都爭取不到東西 還有一群年輕人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還要告暴動罪 我說我們贏了什麼 我們就沒有贏 再來一次就是因為 他們希望可以減輕 六一六的上街人數 還有因為六一二 這個所謂肢體衝突 引起整個社會 很大的反感 是吧 天路人怨 如果看著 在電視看不到 在網上的影片 看得很清楚 打記者 打手無鑽的示威者 說他們是暴徒 定性是暴動 你是捉人上街 那你才出來 開記者會說暫緩修例 很簡單 泛民會接受 泛民現在學精了 我就2016年的年頭 在議會裏面說 麻煩幫幫忙 大家要支持成立一個 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這個旺角事件 這個百分之一百不是暴動的 你給他定性做暴動 就會有很多年青人 因為暴動罪 然後判很長的刑期做政治犯 這個我在2016年的年頭說的 今時今日事隔三年多了 泛民就說 喂 這個不是暴動 但是呢 我也不會怪你們的 至少你今天都這樣說 但是當然今天整個客觀環境不同了 是不是 那時候你就割席 那些是暴徒 你都同意的 是不是 今時今日 你就要求他 取消那個暴動 和暴徒的 健康 就是那個定性 是不是 今天盧偉聰出來說 我沒有說參加那些人是暴動 總之就是 喂 涉嫌到犯暴動的就是暴動 就是 參與暴動的人 參與暴動的人就是暴動 喂 幾個大律師走出來說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 又說 這個是由法律 還是不是你說 OK 喂 你要告他暴動罪 你又拿了證據出來 這個是暴動 是嗎 但是這個說法都不合 他告你暴動罪 門檻是很低的 是比非法集結高一點點 大佬 那個定罪門檻 比非法集結高一點點 大家看看法例 看看公安條例 OK 是比非法集結的門檻 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判刑是以連計數的 所以 你為什麼要這麼快就說這些是暴動 為什麼不是非法集結呢 為什麼不是說集警呢 為什麼不是擾亂公眾秩序呢 對嗎 都有很多罪名可以告的 為什麼你現在就要說這些是暴動罪 這些是暴徒呢 你林鄭月娥 喂 喂 你當初對著電視怎麼說啊 這個是暴動 那些是暴徒 是你林鄭月娥說的嘛 所以一定要收回的 根本 是不是 否則的話 就是 就會有真的暴動出現的了 所以大家檢視一下整件事的結果 現在你贏了什麼呢 贏了就是國際上對香港 哇 很厲害 是不是 連台灣的政客都在那裡抽水 抽到 over my dead body 有些是over my dead body 這個就是後知後覺 今天就說over my dead body 是不是 這個叫韓國瑜 蔡英文那些呢 更離譜 最初贊成修例 你現在一個180度轉變 不管了 政治就是這樣的了 一到選舉就沒有什麼人性了 但是你支持香港人示威 我們當然是受諾 人就是這樣 你自己是基於什麼目的 我都不管了 是不是 我們說回 香港人現在贏了什麼呢 請問 叫他辭職下台 不下台 我們說暫緩不可以 要撤回 不撤回 是不是 叫他道歉 現在道歉就叫自協 然後通過政府發言人出個聲明 就叫自協 是不是 叫他取消這個暴動 那個定性 盧偉聰今天出來說 我沒有說全部人都是暴動 你扑你的街 那麼多人在那些都是暴動 你已經死了 是不是 暴動 是不是 那個基本上就是一個警民衝突 喂 你警察不挑 你不挑釁的話 就不會有交打 很簡單而已 永遠所有群眾運動都是他 是不是 你警察行起來了 哇 又橡膠子彈 又催淚槍 又胡椒噴劑 不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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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布袋彈 又橡膠子彈 又催淚彈 喂 你的衣服行到行走 那些畜龍小組又屌人老母 是不是 喂 又打記者 又射記者 全部都看到了 除了TVB 這批街電視台 不會播之外 有外國電視的嘛 所以現在外交部至香港的特派專員公署 不是說這個 外國的媒體是煽動的嗎 是 你那個是事實來的嘛 你是開槍打記者 不是嗎 你是趕記者 那些棍子彈的記者 不是嗎 你把那些手無寸脫的人 抓到一個人 你幾十人在那裡彈他們 不是嗎 那些影片很清楚的 現在有人已經展插成 一段片給你看 警察施暴 所以你看到 在昨天的遊行裏面 他們就周圍都見不到警察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 你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你現在做法回到正常的嘛 一個和平的遊行 你只是負責維持秩序的 還有些遊行的人 自己懂得維持秩序的 你看不到 在網上 大家經常傳的那段片 就是 紅海嘛 大佬 是不是 駕駛車來 兩邊 分開 秩序 井賢 是不是 香港人是最不會 通過這些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就在那裡搞事的 沒有宵夜 沒有搶東西 喂 你去世界任何 然後清潔 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屌你呢 兩旁的店舖 全部被人打破了 老實講 對 但是香港人呢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到包圍立法會的時候 那群年青人 就是希望越過你的房線 他要去衝立法會嘛 那你就打拆他嘛 那他怎麼叫做暴徒呢 你現在說有人扔磚 有幾個人在那裡扔磚 你說扔鐵通 有幾個人在那裡扔鐵通 有幾個人在那裡扔鐵通 說得出來就說 我們在電視畫面裡面都看不到 包括你CCTVV也拍不到 是吧 其他那些畫面也都看不到 只是看到你 屌你怎麼對著人家的頭來開槍 只是看到你拿著你棍子 不斷吐那些手無寸脫的人 只是看到你狂射那些催淚彈 好像屌你怎麼上戰場那樣 好像打拱匪那樣 真是 你明白嗎 那這些是不是很清楚 休息一會兒 FM 了解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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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